娱乐之上小玩解说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RVR的魔兽争霸3比赛视频 这是一场国外玩家给大家带来的精彩争霸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选手 这边的话地图是半人码森林 这边是ADRI一个表情 那另外一边的话 这边是一名兽组 很明显是一个兽精组合对抗 双UD UD真的是太明显了 双UD这边我们看到是蜘蛛流开局 这边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英雄所发的节奏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正比赛的一个节奏 RVR的比赛 应该过两天我会做一下666的一些战报 过两天 我应该是会做一下 然后这个具体的事情到时候再说吧 反正有这样一个计划 我也是一步步来 现在的话前两天也是有个哥妈在微博上问了我一个问题 说这个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做三场视频 做两场了 这个主要还是一个人的经历问题 如果经历实在有限的话就可能会改成一场 我大概已经坚持了五六年的某天两场的一个节奏 甚至去年还有一段时间做了三场 倒不是说因为我跟大家说实话 我做的多 我赚钱也多 我做的少 我赚钱也少 这是很实在的一个话题 没有人不喜欢钱对不对 那我多做一点 我多赚点钱 但是有命才能花钱 我这样做太多的话 我天天熬夜也不是一回事 所以的话 我爸妈呢 也是一直一直要我改改这个熬夜的习惯 所以我可能就稍微会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毕竟白天下班 晚上回家 八点多钟 你随便折腾一下 洗个澡什么的 弄一弄解说 压述一下视频 这个 你懂的 都十一二点 十二点多 一点多 要做三个视频 那只往两点钟 我好像靠了 去年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环境 然后 反正就是 不太好 爸妈也觉得这个不是特别给力 这样弄的话 对身体实在是有点伤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是健身跟KOG的一个传统标准组合 也是在RVR里面非常常见的组合 经常的话 在直到里面上面 精灵其实首发的一种路线 有一种打法 就是 双鸭女猎 但是的话 前期的是不招女猎手 直接招两个伴人们骂 就这会儿 招两个伴人们骂 然后配合健身 配合这个KOG残绕 来击杀对方单位 这也是一个路线 还是很常见的一个路线 然后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看到 这边的是一个 恐惧魔王首发加DK 这能倒是那种双光黄组合吗 这种组合 你看说 你今天是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了 或者说 有那么几年没见到了 好 农民 哎呦 一刀斩杀一个 这个 这个还是有点惨的 有点惨 恐惧魔王倒是自己去炼击了 没有人搞他 KOG似乎也是在对方家里面搞 这相当于说是 两家人搞 一家亡灵 这个亡灵 惨还是有点惨的 被人家两个人搞 这个是有些时候 塞一下 其实杀蜘蛛干嘛呢 这杀农民什么的更加实在 杀蜘蛛真的是很难杀掉 蜘蛛本身血多 这个你不好杀的 不像农民 农民血少好杀 那这样的话 这边的恐惧魔王倒是练击练的非常的舒服啊 没人搞他嘛 这肯定是积极的练击啊 搞恐惧魔王更好搞 好一个 两截 蜘蛛本环 对这个肯定要点起来 蜘蛛本环 爽起来 健身跟KOG一来 哎呦呦 这这这恐惧魔王 残绕给恐惧魔王 我都觉得可以 一刀 撒粉 睡住 拿着这个宝握 好了 这边 能不能围一个KOG 残绕一下 一刀 两刀 恐惧魔王真的是 招不住啊 再睡一下健身 睡的 睡眠这技能是这样 就在刚睡的那段 1.5秒还是多少时间 反正是有一个时间点 是无敌的 一定要到了 那个下一个时间点 才是可以A他 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 好的 那我们看到 又一把残绕 就是你残绕杀 那种小狗什么的 一杀一个准 恐惧魔王也没有死亡残绕 这样一刀切死一条狗 恐惧魔王也是 家里面并没有升级 暗门科技 然后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 恐惧魔王一个人 偷偷跑过来泡温泉 这兄弟真的是够实在的 另外一边的话 敌K的话也是在练级 前期的话 健身跟着KO这两个人 基本是无法无天 而且受阻止上 你才选择一个裸科技打法 这个打法呢 非常偷 对 二本走飞龙 不是吧 兄弟啊 这边的是升级二本科技 然后双BC 这边呢 是并没有升级二本科技 是一直在出小狗 对 好 恐惧魔王现在是两级半 两级半 一个这边的话 蜘蛛数量还蛮多的 双BC的一个蜘蛛 KOG加上剑圣的 在各种链接 剑圣是单级流 就单级一个剑圣 二本科技完成以后 不会 不是伤狼奇 加上女练 这好像也有点稍微的飘 狼奇加加飞龙 好的 这边现在恐惧魔王出动 我在想他们要开矿啊 他们这样的一个路线要开矿啊 是不是啊 没人练这个矿点 现在问题是 健身过来侦查一下 没看到对方的人 哎 这边好像看到了 睡一个 KOG什么的 当心睡着 完了 撒反 没有剑圣 没有剑圣 来来来 这个包住包住 这个捞捞包住 捞捞包住 包得非常死 惨到一下 还能反杀一条狗 但这本TP终究是要交出来的 对 这种睡家围真的是 高章玩家基本上没啥大的压力 回过来再开这边矿吗 应该是这样的想法 肯定是要开这边矿 意图比较明显 没有剑二本科技 然后的话 一直在那边徘徊 升级二本科技了 健身过来继续侦查一下 两极健身 再TP 往里这边应该是要开这片矿 然后的话 这个 农民的话可以直接烧矿盖子吗 这边女队手什么都要来了 家里面到底什么部队 看一下 飞龙 这真的是 这种打法真的是 飞龙这种路线 爆一下 爆一个爆 大蓝牌加上大无敌 屌的狠啊 好的 搞定 三级的恐惧不亡 最不过来干了 现在后来当心 被直接睡住 完了 这兄弟要被健身挤出来 挤一个挤出来漂亮 非常的赞 兄弟就是给力 还好健身本身带篮 要健身没篮的话就搞笑了 好的 我们看到女队手跟这边的一个部队晋升接战 好的 又是一个蜘蛛要被点死 DK这边没到三 虽然有很多篮 但一发c给到下来 下来往前走 还有比较多的一个篮 又斩死一个蜘蛛 小人 而另外一边 女队手在通过缠绕来击杀对方的这个蜘蛛 这边我们看到小果的话 围住女队手一个个在撕咬 妖术就要这边一个蜘蛛 又是一发c顶一下 但是这边一级的c毕竟顶不住啊 海量的这个女队 那我们看到飞龙也来了 飞龙我觉得优先点小果 不要点别的东西 就点小果 也发c给到自己的这个蜘蛛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 这边小果的话优先可以干掉 女队手跟小果对拼的话 小果不占多少优势的 但是一旦有飞龙的话 飞龙的输出以后非常的可观 点谁是谁 点谁是谁 这波的话亡灵劈的很惨 全是骷髅了 我们看到这里面 十个里面有八个是骷髅 一把碎 碎到这边的一个KOG KOG这边有个单船 单船走啊 不走的话直接要被干死了 一发c 我这一发c 干掉了这个女队 其实我觉得这一发c 给KOG会更加实战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恐惧魔王 现在可以再穷罪 DK这边是没有c 但是DK的死亡 DK的移动速度要比较快 一把这个 残了 救了一下自己的一个本身 再往先走 这边我们看到海量的一个飞龙 飞龙这边点这个蜘蛛 蜘蛛这边 阿姆科技是已经完成 但是这个拉网 哎呀好了 飞龙瞬间沦陷 瞬间沦陷 瞬间沦陷 现在后来要说一下 这边的一个蜘蛛 那这样的话 剑神赶紧选择TP 对这一波的话 一发c甩死你 小样的 在我面前耍滑枪 所以我们看到 飞龙这个路线 真的是比较的有危险的一个打法 达达小狗还是不错 打这个 打这个蜘蛛的话 一旦被对方蜘蛛拉网研究好 立马就成为一个渣渣 飞龙用来练击什么的 也都很快 都很快 性价比都很高 但是用来 对抗这个带网的蜘蛛的时候 就很吃力了 非常吃力 小时候人这边是生三本 走独龙的路线 独龙 这边女猎手 加上一个 KOG KOG两极多 KOG刚刚这边也是非常极限的一个逃生 迪克这边是减了一个 扔下一个蓝牌 再吃一个蓝瓶 买把粉 用来对抗戒胜的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一波过来 是先泡一下温泉 免费的泉水泡一下 这几个怪 输出很高的 嗜血 带上火箭 战斗力很高 飞龙这个兵种 现在 数量不够多 没有办法形成一种秒杀压制的效果 一个力量加6 倒可以给KOG 敌人这边三级多 眼睛一阻 这个两框呢 现在是在悄悄的开起来 这个框开的位置 非常的 很难被侦查到吧 这非常里的一个位置 这属于宝 很很很很有可能就开出来了一片框 因为这个框在两个人的中间 而且在最深里最深处 有点像 这张什么地图 有点啊 还没没啥地图 这个就是半人码地图 好的 现在女猎手加上飞龙 这什么组合 我实在是没想到 女猎手跟飞龙的组合 这个组合蛮奇葩的 我总感觉是这样的 感觉啊 真的是蛮奇葩的一种组合 这边的话 小狗家蜘蛛 狗 狗家蜘蛛 其实倒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 因为不管说怎么样 狗跟蜘蛛的一个组合是 蜘蛛用来拉往空中部队 小狗在地面上做输出 或者蜘蛛也可以在地面上做输出 都是无往而不利的 现在海盾的飞龙 怎么样偷偷对方的一个 怎么样上去 飞龙一定要在这种上方 偷对方往下两个 一轮骑射 飞龙要进行骑射 飞龙点射这边 一个蜘蛛点掉 对一个骑射点掉 往右往下一个 两个蜘蛛点掉 现在我们看到女猎手上方当炮灰 而飞龙的话 他往点 杀了两个素人 后来帮忙一下 女猎手再往前点这边那个蜘蛛 这一波飞龙的位置 操作还算是不错 但是飞龙还是死了很多 现在女猎手这边 一直继续往前冲击 这边那个蜘蛛蜘蛛被推了 真的 死命打这个蜘蛛 完全不屌这边那个小狗 因为很明显 只要蜘蛛被打掉 地面上的小狗 飞龙打就可以 女猎手打也可以 碎掉这边的现场亨打 这是一个控制型的一个英雄 现在我们看到KOG这边 有没有缠了 没难 但是这个短腿跑得非常慢 在穷追这边小狗又是一条 我这个这个两条 这这这这这这恐惧不忘都被人吊他了呀 大哥 你的存在感何在 你还有没有存在感 剑圣跟在这边的飞龙是一路狂击 三条狗 太夸张了吧 太夸张 太夸张 有些剑圣跑得真的是非常快 又是一道 这农民会不会暴露自己的行踪 应该是暴露了 应该是暴露了 这飞龙应该是侦探到对方一片框 有没有防御塔 他刚刚在变 马上就变好 那完了 OK了 有一根塔就可以 不要多 不要多 对 有一根红塔就已经是OK了 已经OK了 这这这这有一根红塔 这边的飞龙基本上不敢嚣张 强行杀农民还是可以的 强行杀农民 我就你看这这这飞龙真的不进这个塔点 好多的一个女对手 刚刚那波只要只要只要蜘蛛 也不能怪蜘蛛站位不好 只要是太多 对方弄上来你来挡一挡不住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 毒龙是遭到亡灵的后排 我这个漂亮 这个毒龙用的非常不错 用的还是比较的 还是比较不拒腻的 一看那边 照不到便宜 立马换一个方向 因为毒龙这东西 就是一定要利用好自己的一个 高爆发 然后利用他空中的一个优势 毒龙不像天鬼 天鬼攻击比较低 他攻击力很高啊 36到44的一个穿石攻击 这边也是 这个矿开的有点想象力的 好 现在这边也是在练剂 再开片框 射人也开一片 这样的话就保证不自己不吃亏 飞龙的话 现在是可以先走 然后的话 对方家里面的也是 小耳的骚扰了一轮 反正就我就赚点便宜 我也不用不求多 而这边的 不防离就很正常 好 最近的话反正也是临时店呢 也是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瞧一瞧 肉松饼什么的 还是可以走一个人 对 肉松饼走起 牛肉里三分包油 然后的话 有几个69块9的一个包油套餐 都可以瞧一下 对 巧克力好像卖了快100分了吧 还是有很多的 有女朋友的人 出自爆蝙蝠 这是哪一套 对方 防对方出天鬼吗 哦 原来如此 果然是这么个节奏 现在的话对方在 觉得自己这一波弄不下来以后 是连开两框 这边的骷髅也是正常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这边觉得自己现在 场面上好像局面还可以 海量的女裂加上海量的飞龙 组合也是蛮奇葩的 一定的条件就是一定要女练手先按 按住给到这个蜘蛛压力 不要让蜘蛛什么先给到你飞龙压力 一旦说蜘蛛站到优势的话 飞龙一旦没有办法做出输出啊 女练手的输出还是一般的 但是女练手一旦近站到这边的一个蜘蛛身上 蜘蛛将非常被动 所以蜘蛛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 非常关键的关键点 这边现在是补了大墓地 补了这边的一个商店 双方是集结起来准备推这边矿 而另外一边恐惧魔荒是带着这边小狗去偷袭人家矿盖子 这这这事情干得有点稍微偷疾摸狗了 这没前途的 修都不用钱的 点这边的一个防御塔 这防御塔还是要要点掉它 对防御塔还在点掉它 这个防御塔是几根塔的话 这么多女裂跟飞龙还点起来的满块 主要人多啊 都很菜 但是主要是跪在人多跪在人多 瞬间把这边矿给淹掉了 而且没有这个大墓地的话 这不能TP啊 这边矿瞬间被截掉 而另外一边我们看到这个选择TP回家了啊 这这TP回家赶紧先撤 女猎手回了 哎呦海盪的女猎手 这这还有一本TP 这边NC联机想秒 这边的KO机你想多了吧 这还不如秒个女猎手实在一点 瞬间所有的大量的空中单位就被往下来了 太夸张了 而另外一边 这框盖子就被他扒掉了 真够执着的 八大树 狂军妈妈走了 这个狂军妈买双鞋才好 不买鞋 我觉得真的是拿不出手 反正他们还有一片矿 这边的矿造势 已经被龙妹跟小狗都扒死了 还好这边马上有一个大墓地 赶紧赶紧赶紧生产啊 这边现在长多少个自暴蝙蝠了 呃长了多少个天鬼了 石像鬼 要四个石像鬼不够啊 这真的是要海量的石像鬼啊 要海量 这个打法 这个RVR比赛也打得蛮奇怪的 跟平常遇到的不太一样啊 平常也看不到这种组合 组合的比较的奇葩 是是这么一回事 海量的蜘蛛 这边呢 是纯蜘蛛 纯种 纯蜘蛛 这边的话 现在是天地鬼 天鬼一定要多啊 对方的自己 这是几个天鬼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几个飞龙都打不过 对方的飞龙数量 远远大你这边天鬼数量 这真的不是一回事 杰森过来侦查了一下 然后往里这边一个飞龙 这个真的是瞬间点死 一点都不含糊 两矿对两两矿 两矿都是两矿运作 非常舒服啊 行到里面去看一看 果然又造农民了 就知道你会造农民 红军蜘蛛起急了 四季大半 有没有机会看到这边那个地狱火啊 这飞龙这一波死下来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但反过来说对方的 如果你如果你不能让对方的死下来 这就有可能奔了 这边是萨满了嗜血树 嗜血毒飞龙 哇这些这杂法真的是传说中的杂法 这种打法你真的是打电脑吧 打电脑还是能看到 嗜血毒飞龙太可怕了 太可怕太可怕 真把人家当电脑打 兄弟你太狠了 嗜血毒飞龙 哎呦这两个白牛 这两个这个萨满都都没有出来 就被人家干掉了 哎我听到叮咚一声 对原来有这玩意儿 好又是骗两本TP 一本TP骗两本 我发现这个亡灵蜘蛛骗的很厉害 刚刚也是一本骗两本 现在又是一本骗两本 算是算的呀 60人口 但是经济上来说 现在差了很大呀 对方哪怕你这边矿子 被打往死里打 你真的是往死里打 对方还是有三片矿 至少 再开一片矿 不是 珍藏一下 看到一个玩意儿 剪一下 喂 什么玩意儿 树人 这个树人 他这个角是不是 这角是婆的呀 好 已经是珍藏到这样一个情况 凯亮的天鬼 加上这个天鬼 加上这个蜘蛛 这组合也是够奇葩的啊 还有一些小狗在后方跟上 对 这一波部队准备好了 集结起来 双方今天大决战啊 这边是纯女裂 纯种女裂 不含杂志 百分之一百 啊有两个 有两个IC 我错了 有两个IC搭 树人也是正常啊 这个细节做得很到位的啊 这边矿的位置 开的的确是比较淡 很大一般人还真不注意 这边有个片矿 有点稍微的纠结一片矿 女裂手海上 多少人口 70人口 这边是48 王林这边60 矿还又恢复起来60 双方准备要开干了 这边自爆炸的位置有点糟糕 直接被往下两个被秒掉 吼一声 我这个吼叫有点给力 我这个吼叫有点给力 来飞龙这边 哎呦这个 这个我们看到这一波阵型蜘蛛全部展开 女裂手上不去 天鬼过来咬这边的一个 这个飞龙 哎呦这波我觉得 我觉得要 我觉得要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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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GKOG有危险 开始 这个基本上主要的飞龙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 非要做出任何贡献 这个对方之处展开阵型非常的到位 天鬼就冲上去 你飞龙全军覆没 天鬼就是说直接把你这边飞龙给吃掉 你飞龙没有做输出 女裂手又没什么输出的 狗龙画在地面上还比你这边女裂手凶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吼叫的天鬼真的太可怕了 直接一波把飞龙全部吃光 这这要到六级的我们看到这一波飞龙经验养的肥肥的呀 对对肥肥的真的是肥肥的 肩胜被一发现 肩胜也要死 27点去 现在汉大被干掉 一要不再顶一下 哎呦还蛮坚挺的 我这一波真的是好惨啊 感觉部队也是差不多的一个部队 但是就就就阵型上来说 一个阵型相差 真的是十万八千里啊 女裂手什么的 真的完全扛不住对方的一个法术输出 所以怎么说呢 这种东西就是 飞龙这个兵种真的是很容易被人家针对 你一个阵型不好就基本就叽叽掉了 对这种太惨烈了 我们看到镜面啊 先被往下两个蝙蝠 蝙蝠往下来以后呢 是再往下你几个小飞龙 然后的话这个天鬼呢 落到树林上方 一看到你过来 天鬼就给我嗡上去 咬你这边的一个一个一个飞龙 而且我这边所有人带吼叫 是不是很可观啊 女裂手呢 在这个口子上面又要靠不到这个蜘蛛面前 所有的飞龙都被往下来 那这边对吧 不管往下来不往下 基本都是我天鬼的菜了 瞬间秒杀掉 这样的话 这个一波是瞬间被翻盘 哪怕经济有优势 直接是被打崩 直接被打崩 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其实呢 这套比赛里 经济其实差距也不大 其实上次经济差距也不大 稍微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这个差距不大 那我们看到反正就刚刚那一波 最后一波团战的时候 这个飞龙就真的瞬间被淹灭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这么高50人口的一个飞龙真的是 说多的都是累 而70人口的女猎手 女猎手其实又没什么用了 大家都知道女猎手这东西 其实出到50人口差不多了 反而70人口的飞龙倒更加有用 所以打击这个受人家里面 应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好的 也是给大家带来一场 比较不一样的RV 这路线也是比较奇葩 一个纯天火 一个纯蜘蛛 出的也是乱七八糟 但是为的是针对对方 对方出了飞龙加女猎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组合 飞龙加女猎 呵呵 好吧 那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的比较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